中國的辣麵機第一台就是我做出來的 Google辣麵是一年年工資接近10萬 那你買一台辣麵機一年才2萬塊錢 所以這個成本一年都能省4到5萬塊錢 我叫余弘健 我是出身一個供應家的 我下雪就充實了這個季節行業 我北深好吃麵 以前母親就經常做麵 母親不在以後我到麵館去吃麵 第一感覺吃這個麵的口感不好吃 這是沒有麥香味 第二看呢 人工這個辣麵也比較累 很慢 我就想我是高級接觸生的 是否能研究一出一台辣麵機來 就東西比來劃了一下草圖 就搞這個辣麵機 走了不少萬路 最重的我還是把辣麵機研究出來了 這個機器啊 是西一代的機器 在原油的技術上加以改進了 第一大油的什麼呢 不用環墨具 它把各種各樣的墨具呢 全部設計在這個鑽盤上 第二大油的呢 它這個下面下的鍋裏面 各種麵條不壞 它這個鍋鑽和上面這個壓面點 這個鑽盤鑽的是同步的 第三點呢 就是這個機器啊 把其中的墨具 全部用電子屏 用送屏的顯示出來了 這張有正常的 二十零的 九葉的 茂西的 大塊的 那麼這就方便群中了 那點什麼麵 你就選什麼麵就可以了 不用換墨具 現在你要是說來顧客 比如說顧客要選用正常麵了 那你就在重心點一下 正常麵 把麵放進去 壓麵 這就出來了一種麵 辣麵劑做出的這個麵 現在的口感百分之百 勝於英國辣麵 它拿出這個麵的口感 有麥香味 就是又勁道又太行 現在已經研究到這西藝鏈了 還是不停地在研究開發 那麼在這西藝鏈當中呢 我用過的國家的 六項的使用鑽利 兩項的國家發明鑽利 現在雖然有模仿的 但是沒有一家超越的 我們每個月的消除量 都是三百多台 國外現在也有六七個國家 你想一般 美國 加拿大的 韓國的 現在都有